许家印倒了 为什么王健林没有出事呢 许家印是负债2.4万亿啊 国家本来应该是给许老板两年那个时间 来尽全力的去保交楼啊 本想的让他来好好的表现一下 等实在还不起债的时候呢 有这么大一个窟窿啊 肯定呢会有人出手是帮他的 结果呢他和他老婆呢 直接搞了个技术性的一个离婚 转移了500亿的一个财产 该儿子在国外是建立了23亿的一个巨额的信托基金啊 这样子呢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啥都有了 又让自己的一个公用商和客户是背锅 留下呢是一堆的一个烂摊子 结果呢业主呢那是哀生一片无家可归 而王健林王总呢为了还债 真的是壮士断味变卖优质资产啊 出售呢股权借贷等方式维持公司的一个运营 他还把自己的一个77家酒店呢 卖给了一个福利集团 文旅项目呢是卖给了一个融创啊 走上了低负债轻资产的一个道路 目前呢万达集团的一个业务呢 主要就是经营商业地产电商文化金融等等方面啊 已经走出了高负债率的一个困境 所以说呢两个人的结果呢也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天差地比啊 不知道对于中国的这两位首富不同的一个结局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